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下能源车方向 那么结合个股像中通客车,长城汽车,索林股份,小汤股份 综合技术分析仅顾参考 那么核心的观点是什么呢? 对于能源车方向,接下来需要防范诱多先进 那么跟踪的视角是什么呢? 当前汽车方向的核心市场龙头中通客车已经给出了13年版 那么13年版之后,后面怎么去看呢? 如果说像这样的核心龙头能够保持晋级 那么的话呢,它对于整个市场,整个方向,体材的人气是一个聚焦 或者是一个正向的影响 而一旦出现核心的龙头,一旦不能晋级出现坚顶 而又没有新的龙头个股能够接力,能够卡位 那么呢,整个体材方向呢,可能会面临一次剧烈的震荡 或者是呢,明显的调整 这是核心的逻辑 那么咱们从指数到个股来进行分析 从指数的视角来讲,例如像汽车类 前面的反弹的话呢,沿着五军向上爬升量价起升 当前的话呢,有连续多日 好,阴阳,阴阳交替多空批衡 阴线,阳线,阴星,阴星,小阳星,阴星 那么像当前这种节点的话呢,其实实际上它可以理解为阶段性的多空批衡 那么前面,单边,当前呢,是一个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的走法的话呢,那么它可以理解为在变盘的窗口上 好,这是对于汽车类百块尺寿的一个表达 上方的话呢,紧接着是114天均线的压制 如果用周开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上周实际上是一个连续拉升过之后 上周的话呢,给出是一个小阳星 那么对应的本周的话呢,结合结合 后面呢,会是一个短午节 然后呢,即将进入6月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我们只是跟踪的视角来去观察 什么跟踪的视角呢 可以把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 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低点 如果说那后面一旦出现顶峰破五军啊 强顶峰破五军就要高度小声音 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之前的话呢 那么观察龙头 就是观察市场的核心龙头来进行观察市场的人气 是否还在 好,这是对于汽车类指数 那么像无人驾驶的话呢 它的表现和汽车类指数呢 基本上是如数一值 前面沿着五军现在爬升 当前的话呢,多空平衡 多空平衡的话呢 其实当前它的量能而言 汽车类也好 无人驾驶也好 它的量堆还在 量堆还在的话呢 只不过它是一种分化 有些个股已经呈现 高标不低 有的个股的话呢 可能出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 好 那么像新能源这的话呢 也是大致如此 那么我们再结合个股去看啊 从经验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阶段性 如果说该体材的核心龙头 如果说保持晋级 那么呢 整个体材的人气不散 如果说呢 核心的龙头一旦呢 倒下 那么如果说有新的龙头能够接力 能够不断的晋级卡位 那么呢 对于体材的量是一个虚命 反之 如果说呢 核心的龙头没有倒下 就是核心龙头倒下了 新的龙头没有产生 那么呢 它就会面临剧烈的震荡 或者是快速这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汽车类方向来讲的话呢 可以用防有多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了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个股来看啊 例如像中通客车 那么这个时候点评 它的话呢 一定不是让大家去追高的啊 这个位置已经是给出13连板 那么13连板的话呢 当前的换手率达到24.14% 那么对于该体材方向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于汽车类 对于能源这方向呢 整个从4月27号以来 它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板块 但是呢 随着核心龙头列出像中通客车 像今天盘中的时间的话呢 它是一度上午盘的时间呢 是震荡 下午盘的尾盘载体型 拉涨停 尾盘拉进拉涨停的话呢 那么结合当前的状态 已经13连板 13连板的话呢 后面继续往上的 想要继续跨出列出呢 持续往上不断的涨停 那么终有镜头 最后镜头的话呢 那么后面 对于该体材的方向跟踪来讲的话呢 这一周度一旦出现什么 一旦出现低停 或者一旦出现高开低度大银帽 或者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低开 阴包阳 那么对于整个体材的话呢 就要保持小心 就是可以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 风向标 以及呢 对于市场的 对于该体材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 人气的一个 聚散的 聚散的一个效应来进观察 这个位置的话呢 有肯定是要 后面的话呢 肯定找卖点 没有的话呢 这个肯定不去追 而且呢 对于这类个股 从历史的经验的视角来讲 对于体材的核心龙头 尤其是短期什么呢 短期从四块钱涨到十五什么 接近凡了三倍多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 后面一旦进行调整的话呢 他们可能调整的幅度会比较深 调整的幅度比较深的话呢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位置 如果说没有调整之前 那么对于汽车 类 对于能源车方向呢 还是一个震荡 或者是还是能够 保持这样的一个轮动 如果说呢 像核心的龙头一旦坚定 那么后面考察的节点 有没有新的龙头接力 如果说呢 核心的龙头一旦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尖顶 那么对于板块的影响 几何这一块的话呢 先防战 防什么呢 防的是有多陷阱 防的是后面呢 一旦出现坚定信号 就是像总统客车 一旦不能进去的 那么后面观察几点 有没有新的龙头接力 好 这是总统客车的一个表达 这个位置的话呢 像前面出现这样的一个点板上行 然后的话呢 后面又出现这样的一个 换手率在20%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实际上是一种资金抱团的结果 这个资金呢 主要是指有之抱团 但是呢 天下没有不山的宴席 当他出现 一旦不能掌停了 那么对于整个方向 要高度警惕和小心 好 这是中通客车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长城起车 那么如果说呢 把中通客车当成有之抱团的一个标杆来 进行看待 那么长城起车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 不管是在 投调的内容 还是在 不管是在咱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讲解当中 把他们的作为机构的 就是适合呢 机构玩法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去看待的 那么前面呢 走了这样的一波单边上 这一波单边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上方也是144年军业附近 有这样的沉压的基点 那么他的一个换手率的话呢 即便当下的话呢 也不过是1.25% 从换手率以他的盘子大小来看像这类购物 他是属于机构在把握 机构在把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啊 咱们在前面讲的一个基点的话呢 后面 好 以这一根阳线作为一个关照的基点 那么 咱们呢 如果说这个阳线不破 他也属于什么 单边上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争论的一个做法 那么像今天盘中 其实把这个阳线已经跌破了 跌破之后的话呢 收在 收在什么呢 收在五军十军的 下方 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呢 后面跟踪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后面跟踪的几点 可以用军线系统 用产师军线系统下的二类买点来进行跟踪 这个军线系统二类买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回落 如果从残论结构来讲的话呢 给出一笔下出现 强底分 上五军 这是一个信号 也就属于残论结构当中的 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来进行观察 用军线系统下的话呢 如果说女三位之后的第一次呃 第一次第一次失望或者第一次缠绕的低点 不过前面低点可以用二类买点去跟 但是呢 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强转弱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没有出现强底分上五军之前 那么呢 警惕 这是咱们前面讲过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视角 好 这是呃 机构的一个代表性的 个股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索零股份 那么像索零股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一只个股前面给出过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连板 八连板之后的话呢 紧接着不能连板了 不能连板过之后的话呢 他面临这样的一个急跌 从嗯 急跌的话呢 直接从十块钱的位置跌到什么跌到六块钱 跌到六块钱附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对于连板例行的个股 或者对于极端性的这种标杆 只不过当时对于整个汽车率来讲 五月二三日 那么这五月二三号 五月二十四号 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作为当时该起来方向的这样的一个 嗯 有之抱团的一个结果来看啊 他的一个见底的话呢 因为紧接着像中通客车 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接力 那么中五月二三五月二四的话呢 那么像中通客车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叶松呢 他是属于什么呢 他是属于两只标杆类型的购物 他是持续 嗯 近期就相当于有 有这样的资金接力 那么对应的话呢 接下来考察的一个视角呢 这个位置一旦倒下 有没有新的购物接力的问题 那么像索林股份的话呢 从 这样的一个 嗯 历史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首先 他还属于下跌的 下跌中继 下跌中继的话呢 研就是还在五军之下 那么呢 更值得去 呃 关心的是什么呢 像中通客车 一旦呢 出现调整 那么会不会上演 索林股份的 嗯 模式 就是模式的 这样的一个冲演 就那前面这样的一个 资金抱团之下的话呢 那么猪 往天上飞 但是呢 一旦呢 风停了 或者说一旦什么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资金的 资金的派发 就是 获利离场 那么呢 对于什么呢 对于 核心的标杆 像中通客车 一旦 一旦不能持续晋级的 那么有没有新的接力出现 有接力 板块呢 可能人气上面还能延续 一旦没有 那么呢 就要高度小心警惕 好 这是索林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小康股份 那么小康股份的话呢 对应的 在今天早盘的 在今天早盘的培训当中呢 讲到 像昨天的涨停 那么今天的冲高 冲高的话呢 对应的 偏离武军的视角 实际上就要找卖点了 而且的话呢 这一只股前面也是在 手摆的时候呢 讲到用什么的 用30分钟级别的视角 来进观察 30分钟级别视角的 观察的基点是什么呢 前面 它是属于什么呢 有一个30分钟 驱逐下跌 驱逐被辞 然而一个次级别的 向上反弹 或者三个线段上 把前面的这个中枢 给描过去 后面的回落的话呢 不破前面低点 它就30分钟级别 强有力的 二类买点的一个视角 去观察 那么当前这样的 一个反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反弹的话呢 其实用偏离武军的 一个视角 就是线上涨停之后的 冲高不能连拔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属于 以找卖点为主了 好 这是小康股份 只不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是一种 带有抵抗式的回落 调整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观察 第二 观察 观察 30分钟组件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和更入 好 那么对应的 还有一只个股像特利埃 这是什么 这是当前 对于汽车类方向 它是属于当前 五连板 除了中通客车之外 五连板的个股 后面的观察的一个视角 像它的根据它的盘子来讲 像这类股 也是属于油脂的一个玩法 油脂的玩法的话呢 那么当前 对于 就是呢 对于整个汽车类方向来讲 那么丁的什么 首先 中轮可车作为重点 跟重点观察的对象 一旦呢 不能进行到 那么整个 对于整个方向 对于整个体 整个汽车类 整个能源车方向 它可能会是一次 一次考验 如果说呢 有新的 个股列书呢 它之下的 例如说像 五连板的 或者是像 个股 如果说能够保持在 哪一个进行 你要看市场的人 该方向的人气 如果说呢 龙头倒下了 然后呢 高标个股的话呢 跟随着这样的一个受影响 随便这样的一个三变 那么呢 就要高度警惕和小心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讲的内容 更多的话呢 是 一个是观察 阶段性 行情的 坚定性的反弹 什么时候 告一段落呢 从 主流板块的视角 一旦主流板块 一旦呢 不能持续 紧接着又没有新的 主流板块的形成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高度警惕的 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呢 主流板块的话呢 龙头一旦呢 倒下 新的龙头没有产生 那么主流板块 体材方向的话呢 要警惕 那么 从轮动的视角来看 像今天 虽然说呢 给出的是一个 给出的是这样一个 呆量的阳线 但是呢 从 从板块的视角来讲 它实际上是一个 分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发散的一种状态 好 这是咱们主要呢 是对于 新 能源车方向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思考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填赞 好 再见 再见